詞曲 唱品 李宗盛 一般我們煮了很多材料 哪一道菜, 哪一道菜 我們覺得這一道菜最難? 鮑魚 因為童子真的會煮 其實每一道菜都有少許難度 當然, Selena說 她有哪一道不是大菜 每一道是簡單煮的 但這集其實更高難度 不是吧 內臟 動物的內臟 一向有很多香港人喜歡吃 由街頭小吃的牛雜 或者法國名菜的鵝肝 到中國海味之一的花膠 即是魚肚, 亦即是魚錶 其實都屬於內臟 一般來說, 我們吃豬、牛 雞的內臟比較多 例如牛柏葉和金錢桃 其實就是牛四個胃中的其中兩個 豬腰, 即是豬腎臟 而我們一般稱為雞腎 其實是雞的胃 不同的部位都可以用來泡製 不同的美食 說到內臟一定要看豬 這一碗叫豬髮湯 裡面有豬肝、豬心、豬腰、豬肺 很多豬腰的內臟都放進去 潮州人喜歡鍋利潤 因為他們說是保身 保身 這是什麼?這是爽腩嗎? 這個…差不多 不過這個叫蝴蝶腩 你知道嗎? 蝴蝶腩是豬肺外面 連著筋膜的肉體 這樣就像牛的爽腩 對 樣子也像 形形像蝴蝶 現在切開了, 你看不到 你很厲害 你說一下 我喜歡吃雞 是 你看到這碗, 雞雜粥 其實雞雜粥已經有五十年歷史了 是嗎? 裡面有雞心、雞神、雞、軟雞腸 總之你說得出的雞內臟都有 我喜歡吃牛的, 這碗牛雜 在街邊也買得到 裡面有牛肚、牛肺、牛… 磅? 就是牛的兒狀 平時在家裡煮的時候 加點蘿蔔 用花椒、白蓋一起炆軟 就很好吃 對 說到內臟, 其實是魚、鵝 羊、鵝 鵝 很多人都可以吃 不過, 你們膽固醇高的人 就不要吃太多了, 知道嗎? 那你想我們吃什麼呢? 不要緊, 我開始找了名廚 就介紹我們來煮內臟 我們馬上去找他吧 好 Jacky, 我們又來了 我們又要煮飯底了 我知道你早就知道 我們這次要煮內臟了 沒錯, 今天選擇了內臟 就是豬肺… 最難的 最高難度的一種 豬肺湯嗎? 是 豬肺湯難清洗 其實很多時候在肉攤買豬肺 肉攤也會幫你清洗乾淨 他們會插油水喉 在氣管裡蓋住… 沖沖沖沖 對, 蓋住裡面所有的血都出來了 所以變成白色, 所以才會打米 在街市買, 他們會幫你清洗 對, 但你可以再清洗 對, 買回來後, 像在街市 可能不太乾淨的時候 你可以買回來, 再用水, 蓋住它 洗乾淨, 會比較好 總之蓋住它, 變成白色就行了 對, 但始終廢下過濾器官 沒錯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塵埃, 軟軟 所以在燉豬肺湯之前 我們也要做一個比較繁複的步驟 將它啤水 湯三次水, 會不會太熟透? 不會, 我剛才湯完水, 還要再炒 炒完之後再煮 對, 用一個最有焦的殼 我們飛水時要按它 按一按 就像洗白潔布一樣 不停炸它, 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對, 弄它出來的髒東西 對, 這樣按它 如池姐, 重複, 每一件都按過它 把它拿起 是 然後再煮另一鍋水 對, 再炒一次 再炒三次 通常煮豬肺湯, 會放南北杏 通常媽媽說兩個一定要一起放 為什麼? 南杏比較大粒 軟一點, 比較甜 但杏仁的味道沒那麼出色 但北杏, 你看見是小粒一點 杏仁的味道比較香 但比較大苦味 是 如果全部用白杏的話 它就有一點苦味 是 如果用南杏的話, 它就不夠香 所以很多時候是南杏、白杏就放在一起 通常來說, 兩份南杏, 一份白杏的比例 它這麼苦 通常是這樣的 對, 做杏汁, 杏汁, 芋頭露 杏汁什麼的杏汁, 杏汁什麼的 杏汁什麼的杏汁, 杏汁什麼的杏汁 你可以用一比例 我會示範如何做 剛才這麼大的肺 煮完大腿之後, 剩下不太多 剩下三次 剩下三次 水分也乾淨了 乾淨了, 乾淨了, 乾淨了 也可以再乾淨了 對 它越煮越細 對 對, 又小了一個尺寸 但裡面的豬份還有很多水分 是 還要做一個步驟 炒一炒 炒一炒 要炒多久? 炒至乾淨, 炒至少許洞就行了 不需要加任何甜味料 不需要… 炒一炒 但因為裡面的水是髒 所以要炒一炒? 對… 確保裡面全都乾淨、固定 炒的時候, 裡面的水分就會 一直排出來 對, 水分排出來 好, 炒至全都出來了, 揮發了 是 還有少許… 鑽石 鑽石 就可以撈起它了 好, 炒完之後, 最後再多加水 再加水? 對 確保裡面的東西再清洗多一次 乾淨了 對 對, 你看見整碗水已經乾淨了 對… 沖乾淨淨淨了 怎麼這麼乾淨? 皮都脫掉了 好, 其他材料 我們有大約半隻雞, 雞腳 令骨膠原, 手肉, 甜點, 排骨 我們把所有材料都放在燉中 是 把材料放進去 好 即是煲湯的豬骨、豬肉都會飛 對, 飛得很多 豬肥 這個湯很棒 好, 把熱水倒進去 蓋上保鮮紙 原來每次燉東西最好都是這樣包 對, 蓋過也行 但蓋過始終沒有保鮮紙那麼密封 大火燉四個小時 然後再處理杏汁 鹹汁汁 好, 可以處理杏汁了 把藍杏和不杏, 要洗一下 最好是浸一下, 這樣也可以 加水, 加滿水 好, 蓋過較濃, 加少許水 好, 蓋過完全… 蓋過 蓋過這個杏汁出來 平常有杏仁蛋白也是這樣煮嗎 對, 你可以用來做杏仁茶 蛋白杏仁茶 杏汁南瓜露、杏汁腰果露 我想做杏仁蛋白 今天學這個很開心 可以用冰糖嗎? 可以, 用冰糖就變成杏仁露 好, 先把豬肥湯拿出來 很清淡 對, 真香 如果不加鹹汁, 直接喝就可以 可以的… 通常燉完湯, 會有油 先撇上油, 對… 加少許冰糖 加少許冰糖? 對, 加少許冰糖 加少許冰糖, 加少許冰糖 加少許鹽, 攪拌 是, 好了, 把剛才做的杏仁 煮滾, 煮滾之後就可以撞上了 魔法 拌勻就能喝了 這個杏仁汁, 豬肥湯 對 好, 好了, 好了 好, 好了 喝下去覺得呼吸都好像腸痛了 其實這個磚鯊湯真的很好吃 比我出片之前喝的 當然 你看這些杏仁, 杏仁的杏仁 你看這些步驟, 杏仁的杏仁 一步都沒有貓膚 吃吧 然後這堂食物好像更厲害 對, 吃得更厲害 這堂是蝦子海肥魚肚餅雞 很多時候人們誤會了它是炸的 不是 它不是炸的, 它用鹽勾住 爆成這樣, 所以看到很多時候撕開 好像那些蝦餅 有一點鹽粒在這裡 但它真的好像炸出來一樣 對, 像是鹽焗出來的 蝦片 對… 處理這個, 用水浸軟了 就變成這樣 其實它很爽口味, 很棒 很有趣 這個輕輕浸泡就可以了 不, 浸也要浸幾個小時 好… 然後切成這樣 對, 這個就像豬皮一樣 可以吸收味道, 很棒 好 開始了 對, 我們要用一點油 你可以用啞鍋、鐵鍋 一煮起, 整鍋都可以了 簡單 油完之後就可以… 薑片 鑼真的很好 對, 裝飽 一定要爆香的薑、碰頭 油有乾的味道 乾蔥味 乾蔥味 香的味道 炒雞才會有香 對 好, 隨時… 一隻雞… 一隻雞, 炒一塊 是 炒一塊 這是很香的 很香 炒雞, 開始變白色 這個沒什麼味道, 炒雞 這吧, 炒雞, 炒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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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雞, 炒雞 對, 接著可以加蝦米 很大, 這個真的很鮮甜 還有乾瑤柱 所以這些海味 我們都要用水浸完它 是 還有蠔絲 接著可以加一點甜的 可以加一點老抽 蠔油 一點糖鹽, 調味 其實好像有很多材料, 但很簡單 把全部放進去 對, 還有一點米酒 米酒… 秘訣是用小火燜10分鐘 之前不要用大火 大火的時候雞肉會容易老 小火的時候令雞肉比較嫩滑 3分鐘好, 蓋上去 蓋上去 不用蓋上去, 這樣一直… 不用蓋上去, 蓋上去嗎? 對, 一直蓋上去, 我想慢慢… 慢慢熟 熟熟, 熟熟 煮了10分鐘後, 雞肉就熟了 對, 因為雞肉有雞皮 是 所以用雞油, 一定要… 先把它弄好 先把它弄好 很香 吃的時候可以健康一點 而且沒那麼油膩的感覺 可以把魚肚… 放進去 吸收起來 其實我覺得最好吃 就是這個魚肚 對 因為吸收了醬汁 對 這個時候火要開不開一點 對, 開不開 很簡單 對 很簡單, 但是拿出來 人們會說… 好像很大堆東西 對 就是Selena的菜式 最後就買芡汁 是 芡汁 好, 我們買薄芡就夠了 好 這個是最後才加的 我們把這個… 蝦子 蝦子 蝦子, 像你們的化妝一樣 對, 放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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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放在上面 好, 碰到了 嘗嘗吧 好 我先吃魚肚 我正在吃 很好吃 吃還是吃魚肚 對, 魚肚是有醬汁的味道 就是咬下去的醬汁是不斷 對, 原來有雞味 有雞味, 又有 最後撒了蝦子 蝦子 令它更加鮮味, 更加香 對… 而且一點也不腥 是 不腥… 因為我很怕腥 完全是魚肚一點也不腥 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你們覺得外國人 經常覺得我們中國人 什麼都吃, 什麼內臟都會吃 他們覺得很奇怪 這樣才會吃 人們經常說乙形補形 吃豬腰就補腎 豬腦呢? 補腦 豬腦, 你要補腦 怎麼可以補腦 對, 你的菜很難煮 他一直煮, 他聽不到你說話 他自己說什麼, 他都不知道 我跟Ling喝一點豬肝湯 補血 補血, 你補腦 師傅, 我很喜歡吃雞腎 通常我會煮熟 然後可能灑芽油就這樣吃 有其他更好吃的煮法嗎 其實雞腎有很多煮法 我教你做一個西勁臭的雞腎 這樣拿回來就開了 把白色的筋要心 是 那種好像有味道, 是嗎? 沒有味道 因為它本身的外層比較硬 炒出來不會爽脆 對, 而且不夠嫩 這些全部都不用了 因為平常整顆放在鹽水上 然後拿出來切片 切片, 還有醬汁就可以吃了 因為滷水就不怕 如果滷水滷了, 可以把筋也吃到 但如果炒的話, 筋會絲 你想像淡淡肉一樣 對 不會有渣 因為始終整個都會硬 要把筋也吃到, 要把筋也吃到 像魷魚一樣, 把筋也打開 如果要把筋也吃完之後 再浸一浸冰水 浸五至八分鐘 等血水流出來就沒那麼腥 現在在浸水期間 我們切在西勁裡 好 通常切西勁都是打斜, 凌形的切 對, 就回到雞腎 為什麼?我們炒蔬菜反應的感覺 我比較少一點 對 對, 我們直接炒 炒了 這樣是否讓它更入味, 還是怎樣 我飛的時候用鹽和鹽水來飛 讓它更入味 當然不要全部飛到軟了 輕輕拖一拖 把雞腎差不多時間了 稍微拌一拌 不愧慣 浮了一些髒東西 對 現在你說就有梳筍 對 拿起它, 拿去廚紙鎖 平日在街市如果買不到新鮮雞腎 在凍肉店有些火雞腎 對… 是不是也需要… 那些也要浸冰水買吧 那些一定要浸, 始終冰太久了 你說要醃一下嗎? 對, 要加一點鹽 花椒酒… 加一點三分 醃三、四分鐘, 炒就行了 這樣炒得好嗎? 對 很簡單 然後我們先炒哪樣? 這個鹽 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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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辣椒乾, 讓我們煮香味 炒完之後再加茄筍 很香嗎? 炒一點酒 加一點酒, 炒一點醬 好 有一點斑湯 老抽 老抽, 上色 對, 上色 有一點蠔油 還有一點糖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用蒜蓉 剛才我們這裡真的有蒜片 這裡還要加蒜蓉 是 和AXO醬 好, 我在這邊 好 我覺得我這個… 剛才有粉, 轉動得比較慢 會很容易吃 因為本身還差一點味道 AXO醬會比較濃一點 奶花煎燒很久都可以 現在真的要加一點 剛才是AXO醬 對, 放少許三粉 三粉水 對, 放少許就可以了 不然就立即把它蓋上去 很棒 雞腎可以吸收西間味, 完美 真的… 你剛才放這麼大隻的筍 切成中間的芯 越多了 很值得的 真的不同 它脆得來是嫩的 通常嫩就不會脆 對, 但又脆又嫩 像你那樣 謝謝 好, 蕭師傅 我先幫你把鍋子清掉 然後我們還有… 是否帶我們煮豬肝 豬肝 對, 核椒豬肝 然後怎樣處理呢 先把它泡水, 沖十多分鐘 洗澡後, 我們就好像… 第一個過程就像沖豬肺一樣 沖豬肺一樣 不停地按兩、三次 讓血水噴出來 這個豬肝是啤油肝, 血水噴出了很多 然後我們一天切完後 最過的冰水就是… 好 血液全部清理出來 是不是有呢? 通常豬肝都切一點厚度吃的時候 有質感的焦頭 對 對, 而且啤油肝有一個好處 豬肝實身了 切每一塊都是這麼平均 放在一邊 好 然後切成背頭 好 好 我先切乾蔥了, 有滾刀刺 當然, 難道是手切嗎 難道是手切嗎 滾刀, 我會切成滾刀 滾刀 什麼刀 滾, 轉著京蔥 我以為是要滾刀刺 我也聽到滾刀刺 心想, 現在玩了嗎 這些比較講究一點 因為切得平均 通常蓋兩塊出來就要切 這個京蔥和紫星洋蔥賣淺色的樣子 對… 不會挺喜歡這隻椒 這隻椒少許辣, 又不能吃到很辣 真的有些味道 為什麼我們用這些椒, 不用橙椒 因為它的味道比較霸道 可以蓋住豬肝 通常豬肝都是配搭濃烈一點 香味比較重的材料去炒 才會蓋住那種味道 為什麼一定要去杭州買這隻椒呢 再霸道一點… 但濃味道不會辣 浸完水後, 又要塗 豬肝的水分 是比剛才的… 雞腎 雞腎多了很多 如果有些…認真, 怕豬肝的酥味 可以最加烈的薑汁 鹽花椒和生粉 最好的豬肝是醃後炒 讓生粉不要沉底 你覺得還是要拖一拖 我人生只吃過一次豬肝這麼大 豬肝脫了一點 對, 豬肝水滾後 關火煮一、兩分鐘左右 然後要… 又拿出腦肝 對 這個需要加薑、蒜 才炒豬肝嗎? 需要 不用了 吃了嗎? 不用爆製的東西 煎至兩邊立刻要蓋上去 輕輕的, 一會兒 是嗎? 其實爆炒的配料 有型腿 還是是 對, 只要薑 要爆一點 薑、水分重 然後葱 鑽片 我剛才覺得那邊的洋蔥、荊蔥 也很重味道 原來炒之前還要再加薑、再加蒜末 要蓋住豬肝就不分 為什麼我們不請 Always倒掉 加這道香蕉 這些會快一點 好, 再加一點 洋蔥反而煮熟嗎? 對, 以為洋蔥要煮熟 用啤酒、酒水 少許生酒 雕酒 生抽、老抽、椰汁 椰汁 椰汁 還有鎮光草、糖 因為會比較開胃 因為吃豬腔會比較軟 加起來 這個再加一點水, 再加一碗 多少? 最後才灑? 灑完了 碰到了 好了 我們很有意境 我最喜歡吃這些 不像你覺得很濃郁 那種你說不喜歡的豬腑的味道 是不是? 因為進口的時候, 吃黑椒味鮮 咀嚼一下才出出豬腑的味道 但整個配搭是好吃的 師傅, 敬你 是不是師傅以為你餵他? 是嗎? 化妝用粉就用得多了 煮東西吃, 如果用得多 是, 當然 當然跟化妝不一樣 不同的粉都有不同作用 還有不同效果 我想知道 麵粉有高筋、中筋、低筋 有什麼分別呢? 有分別 高筋麵粉是蛋白質含量最高的 是 筋性比較強 才是做麵包 口筋比較軟的包類 中筋麵粉介紹高筋和低筋麵粉之間 因為它比較實一點 才做麵條、饅頭、包、點心皮 譬如餃子皮 低筋 低筋麵粉 亦是蛋白質含量最低 是 才做一些比較鬆軟的蛋糕 例如戚風蛋糕 是 雪方蛋糕 那類的 主婦, 埋芡 很多時候會用粟粉 粟粉是用粟米磨除了 粟米是粟米粉 是 生粉是用薯仔粉做的 其實兩個都可以打粟 只不過我比較喜歡用生粉 因為生粉比較穩定 質感比較滑 而且打完粟米後 就沒那麼容易化水 很多時候… 例如粟米磨粟米 攤氧醬很容易會稀 生粉穩固很多, 滑很多 有時候用來… 例如炸東西 也會用生粉或粟米? 粟米比較少, 生粉粟米比較多 很多時候炸生炒骨、咕嚕肉 我們也會把肉液過後 把生粉炸, 把生粉炸 這樣也可以, 會脆一點 雞肉也是用生粉炸的嗎? 不一樣 今天用了三種不同的粉 這個用了三種不同的粉 這個用了生粉、生粉和麵粉 麵粉 對… 炸的粉很白, 炸的粉很白 對… 我比較喜歡薯粉, 但今次的雞翼 比較乾身一點, 吃不到薯粉 薯粉的特性是一粒粒 例如你炸一些… 對, 炸一些蠔, 比較濕 炸完整個蠔, 會黏著一粒粒 比較脆的效果 好像我們越南餐廳吃的 這是香麻 牛油雞翼 對, 這是香麻雞翼 很香麻 對, 很脆 你覺得脆度是這個嗎? 我覺得生粉比較脆 對, 比較脆 這個好像會軟一點, 外面會很脆 為什麼這會不會… 我想起, 因為生粉最脆 對, 掛得特色 是 這個也很脆 是 對, 還有一條問題 為什麼不直接炸粉炸呢? 也可以, 但這些炸粉已經混合好 就像Tempura那種, 炸得全起來 炸得很脆, 除了食物本身是脆 除了食物本身是脆之外 連那種粉漿都很脆 你也可以的, 對 其實基本上家裡有生粉就可以了 打獻也是它, 炸也是它 也可以的, 最後買五粒粉 我就不用買那麼多, 買生粉就可以了 我們接著要學煮什麼 這次不如學會用煮西餐的方法, 好嗎? 外國人也有吃外藏 對, 別我們的品眾多 他們吃得最多是毛肝和牛肚 對, 因為意大利人比較喜歡吃牛肚 因為他們有一個挺特別的煮法 對 我有一個朋友, 在意大利住過一年 不如聞聞聞它吧 也好, 很好吃 好, 很好吃 美麗牛肚的一個食物 我幫你準備好了 我們今天怎樣想法就是它了 今天我教你們做一個佛羅倫斯會牛肚 佛羅倫斯很流行吃… 不是佛羅倫斯, 是意大利人 很流行吃牛肚 對 下次跟我一起去中央 你說是中央市場 在佛羅倫斯, 那個附近 只有那一塊地方 對, 裡面有一袋專門賣牛肚包 是 很出名, 過百年歷史 是嗎? 柔人必去的, 是嗎? 他們不吃薄餅 又不是吃熱狗, 只吃牛肚包 我們怎樣處理它呢? 你們也知道 意大利人跟中國人的飲食文化差不多 所以他們也會吃這些牛肚 我們煮的方法很簡單 我們燒熱一鍋水 是 我們就加一些香腸 這是芹菜 對, 這是… 這是香葉 如果沒有洋蔥, 我們可以加乾蔥汁 乾蔥 我們也知道牛肚有點酥 有些人覺得很臭, 有點臭 我們喜歡吃就覺得香 我們也會加一點黑椒粒去辟味 如果有圓粒, 我們就加圓粒黑椒 好, 現在我們…什麼? 大火還是中火? 我們先煮開, 大火 煮開後, 用中火 煮一個半小時 這個差不多了 對, 我們拿起它 切條, 將它在家裡 可以放涼一點才切都可以 切好了, 我們可以… 炒它 我現在就用少許甘蔭油 我先炒洋蔥, 先炒香 炒洋蔥不要太大火 我們用洋蔥… 對 用小火才炒出甜味 中小火慢慢炒 炒完後, 加一點白酒 分開酒香後, 加牛油 炒雞湯 炒三分之一 一邊揉, 也會在這裡收水 現在要加零雲辣番茄 零雲辣番茄 最好買去皮茄 我們就… 炒辣 蕊蘭它 蕊蘭它嗎? 對 然後煮沸 要等多久? 煮半小時 差不多時間了 半小時就變成這樣 很香 很香 我很喜歡茄茄汁味 是否還可以加調味 對, 想再加少許牛油 少許就好了 可能會加香草 可能怕牛肚會很醜, 加香草 我們再加芝士 對, 如果你們喜歡吃芝士 對… 吃這個也很飽 是嗎? 其實挺開心 你加上手指 很香 剛才我把牛肚放進包裡 有時候會想 一旦我們煮三圍 另外會在包裡有產品 芝士、牛油或牛油 但因為有汁 現在淋在麵包裡是剛好 對 對, 麵包淋在醬汁 很好吃 很好 好, 接著我們還煮什麼好吃的東西 我們會做香煎鵝當 你幫我切… 沒問題 蘋果粒 我跟Selena倆膽固上很高 不, 其實蘋果粒是我小時候最喜歡 很喜歡很喜歡吃 對… 現在知識多了 知道就不太環保 所以我們就很少吃 間中, 開心一下 對 我想問鵝肝 有沒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品種的鵝肝 都有,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法國 因為法國人做什麼都很嚴謹的 可能吃的資料都會比較嚴謹 所以味道會比較好吃 好, 加少許牛油 蘋果粒 加少許糖 砂糖 是, 因為平日我們吃 可能會加其他一些 無花果或雷仔的生果 對 但它沒那麼膩 也很配合, 無花果 還有蘋果粒 對不起 都很配合, 即是小酸 總之一定要有些生果 帶一帶那種甜甜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很膩 它很膩 它很多很肥的 所以要吃一點, 像蘋果那樣 中和它 對, 否則很膩 我們先吃 我們大約煮五至十分鐘 讓它淋了一點肉 我們就可以攪拌 打肉, 做成果蓉一樣 好… 攪拌至溶就可以了 好 先放在一旁 我們做主角 首先要先燒熱 一定要最熱 這些東西都挺矜貴的 有時候煎也不想出錯 我們怎樣知道它是最美味的狀態 煎多久呢 其實大概每邊煎一分鐘就可以了 可以 對, 插鍋 對, 我們現在另一邊可以關火 因為過鍋有餘溫 關火, 不用小一點 對, 可以最小火 因為這隻鍋已經燒到紅色 有些不夠師傅的人 會少許粉, 其實不需要 加少許鹽, 調味 其實鵝肝也是內臟 我們也加少許黑椒 灑酒, 調味一點 兩滴就可以了 兩滴就可以了 對, 牛油 牛油, 你說要再加上去 再滑一點, 是嗎? 要再亮一點, 是嗎? 可以上碟了 好 好, 我們還有黑醋汁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個叫法國香煎鵝肝 其實這個今天也很簡單 很好吃 很容易 因為煎得超快 我們一分鐘一邊就完成了 我喜歡蘋果 很滑 對, 加上蘋果會有酸的味道 但又不會覺得它酸 因為鵝肝也會有點膩 所以我覺得那種配合是完美 完美 完美 完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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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我會煮一個超級膠上湯花膠 讓我們這麼貪美的人就會… Dalena, 先看跳舞 我們今天很開心, 請到草馬 太好了… 你好… 為什麼你們不跳舞進來? 廚房人不可以跳舞 Dalena, 今天很重 有什麼吃… 你看看, 先煮一碟 不, 之後你們就快出碟 想幫你們潤滑一個喉嚨 讓你們可以… 真的太完美了 首先將花膠化好 接著將豬腳和雞腳出水 將所有材料除了乾瑤柱都炸一炸 然後連乾瑤柱都放進鍋裡 煮四小時 最後在吃之前炆半小時 這樣就可以完成了 你等一下 今天我會做花膠 花膠我已經預先發了 因為要… 聽不出水 看看, 這個就是不同的地方 是 比較漂亮的花膠 其實真的不需要薑蔥 就是有很多血絲 有些腥味 原本的一條 但你看看,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血絲 所以它又不腥 如果想, 你可以加薑蔥 不過我沒有加薑蔥 因為這個不腥 對, 就浸泡十二個小時 浸完之後換水 然後再滾水 再浸十二個小時 真的 已經兩天了 對, 為了你們 我已經做了兩天了 花膠已經發了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湯 請問, 煲湯為何有這麼多油 你們有鮑魚湯嗎 當然有 鮑魚湯, 煎完之後 放一些湯, 它會有一種逐漸的 白色 對, 白色 其實我想做那個效果 好, 來吧 全部都炸 除了乾瑤柱和花膠, 全部都炸 好 因為我預先出水, 所以它就沒那麼彈 不然你剛喝完水 很多水就很彈 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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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話說回來, 你們也能煮的 我們也煮一下 煮什麼? 紅椒肉, 咖喱雞 剛才早兩天才煮完 給陳惠霞吃 現在很多男人入廚, 坐下 煮得挺美味的 我覺得加風了 還有, 我想說 花膠發完之後 一定要保持水汁 不然它會乾硬 沒錯 而且如果你發現人們放在冰箱 你可以這樣做 但始終放在冰箱 不是馬上吃, 它會比較縮小 這些像以前, 你有沒有玩過? 水猴子, 是不是叫水猴子嗎? 是 水猴子 浸在肉框上, 從小顆 然後浸到大顆 是嗎? 你有沒有玩過? 沒有 是一個少女形狀的… 玩具 我想看看 我怕你的樣子很新, 很有趣 我好像在結婚周年買給我老公 浴缸發大 Bang 真的嗎? 有一件事真的要跟大家說 是 大家知道這首歌是草蠻26年前 是 你知道嗎?現在在內地紅得爆炸 暖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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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暖 26年前… 你還在做什麼?Goling 我已經出生了… 我剛才問過Goling, 私底下 我們唱歌的時候, 他還在爸爸那裡 對嗎? 對, 很害怕 真的, 出狗 在爸爸那裡幹什麼? 在爸爸那裡幹什麼? 他在爸爸那裡, 很有趣 他在爸爸那裡, 很有趣 很喜歡浴缸 我還沒去到媽媽那裡 還沒去到媽媽那裡 在旁邊 對, 挺有趣的, Selena 差不多了 可以了, Selena 可以了,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了 我們按你了 對, 按你了 你小心, 別這麼賣掉你 你小心, 自己就收好了 我今天特地站在這裡 我告訴你, 只是因為你 告訴你 你很乖我的事 因為他很喜歡Goling 真的嗎? 是 你不是經常請Goling回到我家嗎? 也沒有 你說一起吃餃子, 後來也沒有 為什麼你不讓我吃餃子? 對, 師傅, 我們都熟了 對, 為什麼你只請Goling吃? 你也不包給我吃 我請他 你也請他 包給我吃 我包給我 所有材料, 加上乾瑤柱 就全部倒進水裡 好害怕嗎? 一個個 是 還有乾瑤柱 現在滾了之後 平時我會用中大火 去煮半小時, 讓它收了一點水 然後用中小火再煮四、五小時左右 好, 你煮了四小時, 要再浸它 對, 因為花膏還沒煮 放進去浸, 好 現在用湯浸, 讓它可以吸收湯的味道 因為我要整個水… 蓋上整個花膏, 整個水裡 要先壓下去 對 所以我要按一下, 我可以壓下去 這樣就可以… 這個很方法 滾完之後, 你看得不同的 炆半小時就可以吃了 中火? 這樣就可以吃了 好, 吃完之後, 又半小時 好, 可以到我煮, 是嗎? 是 我煮麻辣豬肚 麻辣豬肚是涼拌菜 煮的過程非常簡單 但洗的過程非常複雜 我煮的麻辣豬肚 首先把洗乾淨的豬肚 用薑蔥出水 然後再煮大約一小時 軟了之後, 拿出來切絲 然後用蔥、蒜蓉、薑蓉、糖、醋 辣椒油和麻油, 混合作汁 然後淋上已經煮熟的豬肚絲 上面就可以了 其實這個豬肚買回來的時候 上面黏滿了白色的脂肪 我已經事先用剪刀剪掉它了 你看到現在它… 黃色的什麼? 掉了黃色的 對, 這些一定要洗掉 這是什麼? 胃裡面還有很多黏液、黏膀 黏膀, 胃酸, 胃酸到流就是這些 我們現在就要… 好像牛肚紋一樣 把它反轉 洗這些豬肚, 我記得媽媽教 然後用水煮進去的水牛肚 是嗎? 對, 不斷煮 是, 也可以 但我現在這樣就更直接… 美女與野獸, 我看到了 美女洗豬肚也是第一次 太好了, 很厲害, 你也拿這個 其實不是那麼多女生可以做這些 我開始覺得金塊下膽 你很大膽 因為是, 吃的當中有些… 有點噁心 有點噁心 但其實你很喜歡這個手感 很好吃 我常見你在做上好像很享受 你不要試試 其實挺噁心 別客氣… 別客氣… 這是什麼? 這是鹽 一定要用鹽 先幫人灑一下 灑一下, 灑一下 其實你一邊搓, 一邊看見 它會有黏液出來 我想請問, 你們平日喜歡吃內臟嗎 對 內臟 以前會比較喜歡吃 小時候會喜歡, 現在… 膽固醇 膽固醇是嗎? 是不是膽固醇高? 我以前也吃過 真的嗎? 通常在家裡, 我試過 通常用四至五次, 完全沒有黏液 現在煮滾水了 首先要先把這部分燒 剛才那些是黃色的 黃色的東西 只是那部分, 別整個… 待會才放進去 因為要蓋這部分 煮一會兒, 很快就變得白色 很熱, 小心 真的這樣? 對, 這塊很容易就弄走 有沒有什麼內臟, 你說我死都不會吃 龜沙嘛 那些…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應該很少吃這些吧? 現在割乾淨了 那雞子呢? 一定會不會吃 雞子我也不用吃 雞子吃 對, 要吃一下, 因為是高脂肪 好, 剛才我湯完水 看看胃的形狀出來了 現在把它剪開了 為什麼要剪開呢? 因為兩個位置比較小 是 裡面有很多蒸氣 如果不剪開, 蒸氣會傷害你的手 是 黑醋 黑醋 鎮江香醋 怎麼會用醋 對, 這個功效很像… 腥味 腥味, 沒錯 有些人喜歡用白醋 中國是白醋 因為白醋會令到皮膚… 皮膚… 令到顏色比較白 但因為我今天做糖醋是用黑醋 所以我用黑醋, 顏色沒什麼問題 所以你想想, 你做這個功夫 不比Selena的小功夫 一定要試試 其實這兩位女子都很厲害 對 我平時看她們拍劇, 拍得多 想不到她們真的有一手 好 我先拿去沖水洗一下 好, 洗一下 高檸檬這個要步驟很多 所以這個要等很長時間做 等整個人都高了, 頸都長了 頭髮都快要白了 對, 白了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吃 但未必會喜歡在家製 但現在教大家這個方法 其實不太難做 那也不需要… 不太複雜 起碼在家製作 白氣 我現在把它剪成四發 這是薑, 通斷, 放進去 好, 蓋上蓋子, 煮大概一小時就可以了 我這邊… 這個鐘頭做什麼呢? 我這邊好像可以了 喝湯, 真棒 有湯… 灑點鹽 通常你們在家吃花膠 會怎樣煮的? 其實我是喜歡做糖水的 紅糖 青糖燉, 花膠 是不是鮮奶? 不用的 就這樣燉 因為喝得多鮮奶也麻煩了 會不會是你們表演之前 都會喝一些比較滋潤的東西呢? 不是 表演之前… 反而是最簡單 吃紅館飯而已 最重要是平時的滋補著自己 好, 可以了 還有這個味道 好, 筆湯 真棒, 謝謝… 謝謝Selena 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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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水泥 很棒, 水泥 很棒, 對吧 這碗東西在外面有, 一定很貴 這是鹽嗎? 好, 我現在要把這些內臟放在我口裡 真棒, 很濃 很黏 對, 很黏 對, 很黏 很黏, 是的 很像用來拌飯 我整天燙了, Selena 我不再罵你了 好, 好 真的很好吃 對, 很好吃 真的很多功夫 要泡兩天, 又要炸的東西 我們還有一鍋嗎? 還有, 這裡 花膠… 我先吃米粥, 你看 它彈起來不會鬆 還有一碗 不會煮很久, 你一打下去就… 是, 不會 黏著 先抹一抹嘴 這些不能偷吃 你們在喝的同事, 繼續喝吧 好 我要煮醬汁 不, 接下來… 我會煮蒜蓉 不容易 多加一點 然後蔥 薑, 加一點就可以了 好 然後開始要加糖和醋 比例是一比一 這是麻油 很棒 這是辣椒油 這是出來買不到的 秘製 我婆婆自己炒的 我可以炒嗎? 這是鹽, 加一點鹽 有什麼不是人家炒? 我多加一集給他煮 不是… 你不是張草的嘴巴不能說話嗎? 我看見很久沒說話 這個醬汁, 其實可以拌很多東西 對… 你可以拌黃瓜、青瓜 都是用這些差不多的醬汁 抹嘴, 你幫我嘗嘗味 你幫我嘗嘗味 我嘗味 你不給我嘗嘗 再幫你嘗嘗 再幫你嘗嘗 不要再幫你嘗嘗 不要緊, 你們不怕 來吧… 你的食衣很噁心 周智威 行不行嗎? 你給我的什麼都可以 調好醬汁 但這個時間 我們是否應該煮一瓶冰水 其實不用 不用, 那不是 自動拌 讓它冷得好一點 因為它這些… 不是令它爽口一點嗎? 會變硬 真的嗎? 對, 會變硬 剩下, 自己休息就行了 對… 這個就是麻辣豬肚 對 很棒 好, 讓我嘗嘗 好吃嗎?蘇老闆 可以嗎?蘇老闆 真的好吃 好吃 我超喜歡吃這個菜 我可以直接吃這個菜 吃一碟 但是一吃這個菜 就完全忘記剛才你整個製作過程 真的 現在吃的豬肚 如果我們真的在說 如果是浸了冰水之後 一定很硬 現在還可以嗎? 現在是… 不, 現在是爽筋 對 我有問題 因為他們平時都宣傳四周四 你們會不會平時… 因為你最擅長煮菜 你會不會說 我去到當地有什麼菜式 然後我急收一下經驗 或者自己煮菜 會的 因為外面吃很難受 對, 會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喜歡吃東西 有空走過街的時候 看別人煮 為什麼他這樣煮 怎麼拌勻 然後馬上放進去炸 譬如… 我們會吸收很多不同的 國家的菜的經驗 酒店… 例如下個月 我在台灣要推出最新的國語料金 我去到台灣什麼呢? 就吃台灣的飯盒 台灣飯盒 就是已經集中台灣最好的東西 在那裡吃 好, 下次有什麼姊妹請 志上來做嘉賓 只會給他飯盒吃 對 給他一個便當就可以了 對 沒錯, 兄弟是兄弟 他們是否花了很多心思 這三位姊妹 最多吃胡姊妹 多謝李姊妹和高姊妹 那就是三位姊妹 對 三位姊妹 外面有這麼好的口福 有得吃, 是不是? 好, 我們請你們吃東西 謝謝 請我去看你們的演唱會 不是, 看新點 總之我一出國語的點 每人熟一張 太好了 好 聽名字 好 謝謝 謝謝 我來… 我來… 是… 你… 我來…